这就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书案为什么就是天文学 那个时候一看完了以后就其他问题就没法想了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总有个边吧 那这个边你再脚再跨出去一步怎么办 是不是你一跨人就死掉了 他的问题叫宇宙是有界无边的 有界无边 什么叫界呢 界就是在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无穷大的球面上走 你离不开它 但你感觉没走一步还是在这个球上 想象一个篮球 你是篮球上的一个细菌 你是跨不出这个界的 因为有引力 或有其他的基本物理定律存在束缚你 这是爱因斯坦的定论 就是有外面 有界 你去不到 你或认知在那个点上 连物质存在的基础可能都不存在 所以换句话说等于再通俗一点 就是说你拿了很多尺 你拿了很多理论 你去找找找 找到了 假如给你找到了 那些尺 那些人都是没有的 消失的 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 这个宇宙真正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 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 但反过来讲呢 他也明白 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 因为已知的越多 未知的更多嘛 对 这种终极问题问出来了以后 其实大家都答不了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啊 就讲人啊 你比如诸葛亮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啊 后来我想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 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的规律啊 哎呦这个这个爱因斯坦死后 我觉得他在哪也偷笑啊 就是说我说了 这个光从这儿到这儿 它会弯曲 多少年之后 证明一点儿不假 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如果是在古代 那就是天师啊 那就是决胜千里 告诉你什么时候日识就日识 告诉你什么时候 哎 如果从科学界来讲 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 仅靠推演 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 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 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 1905年的时候写爱相对论 那年他才26岁 26岁 四篇文章 就把E等于MC的平方给推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 这样一个小小事务员 对专利局的 他最牛的就是写引力波嘛 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 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 那是因为工具大了 就是你的工具够了 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 指导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 那你说爱因斯坦的DNA 跟我们 对对对 我跟他想的一样的问题 他的大脑不是 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 来改变这个人类的DNA的总库 对不对 我们先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 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 后来死后 他真的被解化了 还小 他还小 对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所以他的 我们还小呢 比正常人 我们大概承认的大脑 1400个立方厘米 CC 我们一边用毫升嘛 毫升 女性都会小一点 因为头大头小 这是个气质的问题 但没有说女性笨 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得说起来 在不同的点 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 这更会说话 您的感觉是这个 我还是要用这个 这不是政治正确 这是真实证明 男性和女性之间 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 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 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 而且较强壮的男性 比头较大的男性 比头较小的男性 也差这么多 就证明 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 不会因为性别 产生两种状态 叫性别二态型 这是一个定论 这不是一个 为了 那么这个大小 跟它的功能 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艾斯坦的大脑 也正为小一些 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 就是传统所谓的 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基本可以认为是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 我相信是 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 女性这个数学不好 方向感不好 其实都不是 在女性都能找到 相反的证据 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对对对 是被暗示了 就像星座 这个网上存不存在呢 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 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的 这个真的是 未来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 仅从可能性上 科技的可能性 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么讲 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 定制任何一个 定制序列的人类 但它的功能我预制不了 就比如说31个剪辑 你说怎么排 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 但这个孩子 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 发展成那个样子 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 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 这个事我们做不到 无法设计 不是能不能制成 就比方说它的肝啊胃啊 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 不太大不太小 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 脚的大小身体的比例 这些可以做成一个 比较理想的 今天还做不到 但是技术来讲 这个事情应该说 是有可行性的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 比较透彻的是酵母 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酵母 蒸馒头 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番茄对吧 我们以前一直 刚才还是精子呢 就是番茄了 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 比如说咱们喝红酒 要白利卤醇 这些以前要从葡萄 要从番茄里做 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 让酵母直接表达 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青蒿素 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 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 不是从它最早的原材料里 不是从生物质来 你要什么成分 我只要那个成分 因为基因是一样的 我曾经算了一个账 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 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 所能供应的青蒿素 仅仅相当于 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 一个发酵罐 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 生物制造 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 表达抗体 表达白蛋白 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 只有现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比较积极的 纯粹的好的 生物工程类层面上讲 对一个人类的定制 像您刚才讲的 要求这么做 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 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说的 摁了葫芦起了瓢 你不知道调了这个 那个会怎么变 而且这个试错成本 就跟转世轮回一样 只有一次机会 对 这个基因的秘密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 大数据一样 它要普惠 这个地方就体现 某种人类价值观 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 你有钱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 或者你就对自己 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 没钱的人 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 越来越弱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我经常说不能把精神医学 变成精英医学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 记录红利 换言之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 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 我觉得基因科学 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 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 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 大家的一个认可 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 来打破这个 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 如果我支持永生 对吧 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 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于 人类归根结底是以总群的方式延续 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在于 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 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 他两个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 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 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 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 不可能说 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 你还永生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意识永生 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 你的意识可以下载 这是人家最追求的 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 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 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 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 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 孔子啊 等于阿里斯多德啊 要是现在能复制 阿里斯多德的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 他到现在不过时啊 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 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 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 或者说 我最近出台的 现在个个人信息保护方法 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 好